我们要做2,2是设计首页,内容包括 第一个,首页的档名是index 至于网页和目录,web03之下 所以呢,滑鼠再移到这个地方来,按邮件 按开新档案,麻烦你帮我打个index 好,不是cas哦,是dex哦 好,接下来继续看 他说呢,首页标题 那我们这时候呢,我就要打开首页来看哦 打开首页才能够做首页的标题 叫国家公园介绍网 好,放一两下进来 进来之后呢,我说,第一件事情呢,我想要让他靠上 靠左 也就是这边都不要有空格 他们也不要有空格 所以呢,我们在页面所信的地方呢 在外观的地方,这边做一个 0,0,按确定 那么他就上去了,你们看到 好,上去之后呢 呃,我都习惯会把尺规给叫出来 所以呢,你按一下简式里面有个尺规 你按一下简式 你不可以看得出来了,0,0,OK 好,接下来呢 他说呢,首页的标题叫国家公园介绍网 所以呢 所以呢 这边把它改过来 叫标题,把它改成 我家公园介绍网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庭幕的要求 他说呢 首页的白面呢 包含五个区块 包含了什么 这东西都不要去看他了 OK,同样的,他跟Web01是一样的 他告诉你哦,有分这几个区 然后各个区块的高度啊,什么颜色啊 可以自行设计的 可以参考,他只能说参考 1232所示的 我们说他跟,以及不太一样 以及是,题目没有要求,你都不能去做他 可是这个,这个刚好相反 是题目没有要求,随便你开心 随便你高兴怎么设计就什么设计 所以,那为了 评审好,好评审 就是,好看的话 就是,好打分数的话 我们尽量也不要去动他 OK 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哦 目要求,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个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哦 我放大一点点 好 他说呢 我们那时候不是有说吗 是1024,整个白面是1024乘以768吗 好,这乘以768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照这个方 这个来看的话 比方上面 上面这个地方叫首页区 好,上面这个地方叫 首页 然后旁边这个地方呢 就叫选单区嘛 好,然后呢 上面又有一个爬马 爬马灯哦 然后呢,中间 我们又要做一个叫什么 中间又要做一个 网页的内容区哦 叫Content 然后下面 下面这个地方叫做 网页设计以及维护 叫做业维百姓区 那他跟 呃 Web01不一样的地方是 Web01下面还有一个 就是说 最近更新日期 对不对 可是他没有 所以呢 他就可以不用跟 呃 跟Web01一样 要做Div1 Div2 不需要 就是一个表格就可以 就是一个储存格就可以搞定的东西了 所以这边不需要做Div 那这个地方呢 他一样有做一个叫做 爬马灯嘛 所以 我们同样的 上面呢 叫做 爬马灯 所以要做一个Div1 好 Div1 然后下面呢 一样做一个I I frame I frame 这样懂意思吗 OK 好 所以我们就开始来做 我们 现在要插入几栏几列 一栏 两栏 三栏 三栏 一列 两列 三列 对不对 然后呢 一样是1跟2 所以一共是 3乘2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开始来做咯 插入表格 一样是三列 两 蓝 对不对 然后表格宽度呢 1024 边框的粗细呢 我们看一下他的状况 边框 不用边框吧 可是呢 他有内聚 有间聚 那我们就 我们就随便射 好不好 边框 就先不要射 然后这个地方射 1 好吧 好 我们现在确定 反正等一下还可以改嘛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 哦 不行哦 我们不可以做没有 没有那个哦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要是没有做表格 会变成样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这边全部都是空的哦 所以我们要做边框 边框要做1 好 同样的 框起来 框起来之后 哎 我只空到列而已 所以呢 你不可以这样框 因为我是要更改整个表格 所以滑鼠放在任何一个地方 按右键 按表格 按选序表格 那这样才会把整个表格都选起来 对不对 选起来之后呢 你在这个边框的地方把它设定为1 好 按Enter 这样就做好了 这样就有兼具了 好 接下来呢 对齐呢 他有说要水平至中对不对 好 你就按至中 是水平至中吗 看一下 页面 水平至中 OK好 那就大概这样做了 好 接下来看一下哦 好 接下来看一下第一列我们要设定多少 好 高设定65 那宽呢 这个宽就不理他了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设定1024了嘛 所以我们只要设定这个第一列的宽是65 所以我们要先合并啊 所以上下要先合并 所以呢 上下先做合并 合并你就直接按这边 好 我选到列也直接按合并 同样的下面也是合并 好 然后呢 第一列呢 滑鼠 你看看 有没有看到 这个红字 你的滑鼠要放在旁边的地方 有一个黑色键 有没有 这地方 然后 然后 里面有红色的 才表示 我有选到这个列哦 我点一下 点一下呢 你高就设定65 对不对 好 打一个Enter上来 好 然后呢 我现在要 里面第二列嘛 第二列它要设定多少 设定 200 对不对 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 这地方要设定200 所以呢 宽要设定200 所以 这地方呢 点它 对不对 好 这地方是宽200 所以你宽跟高 不要弄错了哦 有没有看到200 可是高是多少呢 我知道宽是200 那高是多少呢 我们来算啊 好不好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开始来哦 这边是768 768 如果减掉65 减到 减到 下面这个地方 然后再减掉 下面这个20 就这个地方 下面这个20 那么会剩下 这边是剩多少 好 我们就来算了 下面把它找出来 那就是 768 减掉 65 再减掉 20 答案是683 所以这边是683 乘以 683 乘以200 所以 回过头来看一下 高是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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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懂吗 好 然后呢 它的储存格呢 我如果 我如果 看题目 我只看答案 好不好 我只看答案 只看答案我就可以知道说 它要靠上 而且是水平至中 我可以看得出来吧 好 所以呢 水平至中 垂直 靠上 好不好 好 接下来呢 这个地方做好了 我们把它缩小一点点好了 这样会比较好看一点 缩小66 好了 好 接下来呢 这个地方我们设定了没 这个还没有对不对 这个设定呢 我们刚刚说的这边是20 对不对 好嘞 其他地方 可以不用打就不用打 好不好 刚是20 宽可以不用打就不用打 因为我本来就是设定1024 看得出来是1024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我再看一下这边 好 这个地方我也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自中 对不对 我也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水平至中 可以再过来 再 设定一下 它的 我滑水 要等下 这个地方来 好 水平至中 垂直 你也让它自中好了 好不好 因为就是这么小的一样 我要打上直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呢 再看一下 屏幕的要求 这地方呢 我开始要 根据这一 这一列 好 这个储存格 我要加入一个 叫D 叫DIV1 然后下面做i-flat 好 我要先做DIV1 这DIV1呢 要做29 高度要做29 好来 所以呢 再回来 在这个地方 滑鼠点在这个地方 我让它上去哦 记得哦 我让它上去 一样自中 垂直呢 让它靠上 靠上对几 在这个地方来 好 直接按插入 插入一个叫做 DIV 是在版面物件里面的DIV标签 好 再插入点上面 那你的ID呢 就随便你取哦 好 那我们习惯性的用 嗯 特别要求的DIV1 好 新增一个系列SS的规则 看确定 那么我们就可以来做了 这DIV呢 它的 区块 它的方框 宽是 我们看这个宽应该多少 我知道高129 对不对 129 看一下 对高129 那宽是多少呢 宽呢 我们的宽是1024 对不对 1024比较200 多少 824 所以呢 宽就是824 OK 好 再来看一下哦 下面这个地方呢 它有特别要求吗 放大一点点 下面这个地方呢 它要有一条线 那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 我就给它一条线吧 好 不是双线哦 我给它一个单线 好 同样的 在 边框的地方 下面呢 不要用全部一样 我在底部的地方呢 给它一个 一般的线 好不好 所以呢 我们就开始 想说 哦 这大线就是圆点嘛 然后 其他的就是属于点 那你就用 Double上面这个 好不好 Double上面这个 然后呢 宽度呢 你用 我没有照我们以前 以前所用的用命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按确定 哇好黑哦 看一下参考答案 它如果是照我们原来做的话 它是属于比较灰色的 而且没有那么粗 那我们就不要用median的线条 好 所以呢 我们呢 啊 我们要再改的话 要怎么改 一样滑鼠放在这个地方 放在这个地方呢 它就会有个 CSS的样式 好 目前 目前我现在用 DIV1 就是目前是这个样式 不然你倒去 全部里面去 全部里面去没有啊 直接到目前的地方来 好 你就 我看现在是可以 这地方也有啊 直接编辑规则 或者是直接就这个地方 在目前的地方 随便按一个 就随便按一个 一样 一样都会出现的 好 你这边看的地方呢 嗯 SOLIT 然后这个地方把它改成SIM 就是比较细的线 那颜色呢 不要改成 颜色把它改过来 好 你怎么按都不能按 因为打勾没有取消啊 这三个打勾都要取消啊 然后颜色呢 把它改成灰色一点的 好不好 按按缺点 好 这样有没有比较像呢 我看一下 没有 这样就比较像一点了 OK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来做 下面这个 iFriend的东西 好 一样滑鼠放在这个地方 直接按插入 一个 HTML的 页框 里面的 iFriend 好 插进去之后呢 它会 自动会多了一个 分割的一个 页面 那你直接按 这边的重新整理 或是按下面的重新整理 就可以 好 那它就会出现这个框框 对不对 好 你就滑鼠放在设计的地方 让它回去了 好不好 好 那回去之后呢 滑鼠放在这个地方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 设计里面的东西了 那里面的东西里面 我说过 它要是没有 你就按F9 就会有个标签 简式框 对不对 要不然你就直接点它之后 到修改的地方去 好 修改地方去呢 里面有个叫做 修改编辑标签也可以 就是所谓的标签编辑器 好 然后呢 我的宽度呢 要设定为多少 这个 这个 灰色的宽度呢 我们 一样啊 我们再来算哦 我说小一点点 好 这个iFriend的宽度呢 就是768 减掉65 减掉29 再减掉20 好 我们来看一下多少 诶 刚刚我们减到 已经683了嘛 683再减到29就好啦 刚刚不是768-65 减到20 等于683 683再减到29 等于654 好不然我们重新算一次哦 再来哦 768 768 减掉 65 再减掉 29 再减掉 20 654 对不对 嗯 他的高是654 那宽呢 宽一样啊 宽不就是1024 减掉 这个200吗 就是824啊 所以是 824乘以654 好 所以他的宽是824 高是654 宽是824 高是654 高是654 好 那边界的宽跟高呢 我们看参考答案 参考答案 参考答案 应该是没有 可是他有卷轴哦 所以你的卷轴呢 我们一样 就用自动好了 好不好 好 边界的宽度跟高度 意思就是说你边界要不要给他这个东西啊 假设我不给他好了 好不好 假设我不给他 然后我也不给他边框 那对齐的方式呢 我习惯性呢 让他至终堆积 卷动轴呢 嗯 因为这张图 比较大 可能要 我也搞不清楚 反正我们等下试看看 好不好 好 我们先给他自动 好按确定 那么 嗯 这个东西已经做好了 我说过 这个东西要嘛 你在修改的地方 点它 然后修改的地方 按编辑标签 在这边改 不然就是按什么 按F9 不然就会按F9 然后这边就会出现一个标签显示器 就可以做了 OK 好 那我们大概已经做好了 那个整个表格 对不对 也就是说呢 整个首页啊 好 设计首页的地方 我们已经全部都做完了 OK